欢迎收看老婆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老奶奶重回20岁 体验青春的故事 奇怪的她 大学里负责老年人学的盘教授 将不同阶段的女性比喻成球 十几岁的女性是篮球 为争夺到她男人们分离挑起 二十几岁的女性是橄榄球 为了守住她男人们互相较劲 三十岁的女性是乒乓球 虽然争夺球的人便少了 但是注意力还算集中 中年女人就变成了高尔夫球 男人只有一个 还特别希望这个球离远一点 连这个年纪都过了的女人 就是彻底变成躲避球了 潘教授的母亲 潘奶奶就是一颗典型的躲避球 潘奶奶原本也是如花的容颜 可是丈夫上战场死了 留下个体弱的孩子 自己辛苦把她拉扯成人 回过神也就变得这么老了 潘奶奶赔偿以自己的儿子为荣 旁人就炫耀自己的潘教授 这天潘奶奶因为别的老太太 嘲笑自己虽有一个大学教授的儿 但却连一双新鞋都舍不得买 就和人家打了起来 还误伤了赖全家的老海 老海原来是潘奶奶家的仆人 从小就暗恋潘奶奶 分早之前潘奶奶家是一门大户 她是金小姐 后来认识了英俊的小伙 不顾家人反对私奔 生下了潘教授 老海结果一次婚 之后老伴去世了 留下她和一个大龄未嫁的女儿 相依为命 虽然潘奶奶很是任性 说话又刻薄 但是老海还是日复一日的 对她好 潘奶奶在家也是嘴碎得很 孩子妈成年受到如此压力冰倒了 医生说不能再让她受刺激了 于是一家人为了孩子妈的健康 也为了能让潘奶奶受到更好的照顾 决定把她送进养老院 潘奶奶直到后难过的在街场徘徊 偶然看见了一家青春照相馆 于是就想趁现在找一张遗像 到了店里 奶奶插上了化妆品 美美地拍了一张 走出照相馆的她 在公交上惊讶地发现 自己居然变回了二十岁的模样 再来寻照相馆时 却怎么也找不到 潘奶奶看着自己年轻的模样 决定好好享受一番 先是做个发型 再是把以前不舍得买的衣服鞋子买了 给自己取了新的名字 叫逗粒 还逐出到了老海的家里 在老人之家唱歌的时候 逗粒出色的歌喉吸引了音乐制片人 和搞乐队的孙子 孙子打听逗粒在老海家 就来劝说逗粒党子乐队的主唱 一向心疼孙子的逗粒答应了 逗粒加入乐队 并且教导孙子说 音乐要震撼人心 而不是震耳欲聋 听从了逗粒的建议 改变了演出方式和曲风的乐队 在演出中大受好评 而老海却发现了逗粒的真实身份 逗粒之后和老海坦白 一心为盘奶奶的老海说 自己愿意看到她快乐的样子 于是就帮她给家里人打掩护 这天 孙子乐团来电视台选秀 正好遇上了上次听过她歌声后 就一直在寻找她的音乐制片人 制片人马上决定 让他们上直播节目 在直播上 逗粒的歌声打动了所有人 乐队也立马备受关注 可是此时的逗粒发现 自己在游泳时 受伤的伤口附近 皮肤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原来只要受伤 或是流血 就会变回原来的样子啊 豆粒因为被老海的女儿 怀疑勾引老海 被赶了出来 只好来到制作人家中 赞助一晚 制作人也在酒后 向豆粒坦言自己很喜欢她 豆粒觉得现在的人生 就是她一直想要火猪的样子 原以为这样的日子能继续 可就在下一次 电视演出时 孙子遭遇了车祸 豆粒在完成了孙子表演 制作曲的行愿后 赶到了医院 在医院里 因为孙子的血情独特 却库存又不够 豆粒心想自己唱歌的梦想达成了 恋爱的美好也体验到了 已经没有遗憾 为了孙子 自己愿意变回那个躲避球 就这样 豆粒给孙子输血 变回了老太太的模样 看到这样一句话 不要嘲笑孩子 那还是你来的路 也不要讨厌老人 那是你去的路 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对我们年纪已大的长辈们 特别不耐烦 嫌他们死板啰嗦呢 但是他对我们的爱 却不会因为我们的嫌弃和不耐烦减少半分 就像影片最后豆粒说的 人生再从来一次 自己还是会一成不变的过 汉心如苦把孩子养大 为他们付出一切 以上 就是本期老婆电影 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婆电影 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 就关注我吧 好